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明天除了在东半部地区会有零星降雨之外 其他地区都会是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当然温度也会跟着变热 所以午后受到对佣发展旺盛的关系 在北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较大雨势跟雷雨发生 提醒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民众 一定要随时留意天气上的变化 而且刚刚有说到天气又要变热了 我们就再从下一张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心明天各地的气温状况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在太平洋高压势力持续增强之下 明天风向转吹偏南风 听到偏南风就知道温度又要变热了 所以明天白天各地的高温 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虽然台风远离我们了 但是在各地沿海地区 还有离岛的沿海地区 还是会有长浪发生 提醒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朋友 一定要随时留意风浪 还有潮汐的变化跟自身的安全 至于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就带你来看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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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小丁尼要提醒大家什么呢 明天除了在东部地区会飘些小雨 其他地区天气就会逐渐转好了 温度也会一天比一天还要热 外出即得要做好防晒 多补充水分才不会中暑 另外在山区受到对流发展 旺盛的影响 午后容易有大雨或者是雷雨发生 提醒族人朋友 开车跟骑车一定要多注意路况 而且各地沿海还是会有长浪发生 提醒民众尽量不要前往海边汽水 以免造成意外发生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